欢迎来到妄想世界 今天想讲一个议题 这个纯粹是讨论的 兴趣讨论 我不知道答案 所以我希望今次大家给个答案 我为什么会突然想起这个东西呢? 今天也会讲一下启德这个地方 因为最近有个亲海站 其实如果你说是否很划算呢? 近期市区盘是便宜的 15000左右 但是你看看你喜不喜欢附近的环境 譬如现在你买半新旧楼 其实我以前也在深水埗买过一层楼 深水埗有一栋 最高的那栋 我当时买过一栋楼 就是单栋楼 也挺正的 有泳池的 有个很简单的gym room 地铁站两三分钟就走到 其实挺正的 但是问题就是下面 比较乱一点 它已经叫不是差的 因为是静的那边 其实另外现在这个街那边 你那边更乱一点 就是扭扭扭扭扭 有些小型的铺位 那些很旧式的那些 所以你就看一下 不是只看你的大厦 而是困境是如何 那很多人就說啟燈不行啊 又說死火 很多什麼簡約房屋 但其實如果你真的下去看看 那個中央公園就快要開了 應該9月10多號就應該開了 沒有實際時間 但是9月就應該怎樣都開了 那很多人原來是在這裡 跟那個政府在聊著 為什麼不開啊 其實很多區議員原來是 就是看了視察很多次 去跟他們聊了很多次 所以你開了之後 你會發現這個是一個不同的社區 就是一個很巨型的 它還有一個很巨型的中央公園 其實這個環境是真的很正的 不過現在還沒開完 到時候再開了再說 但是買房子就要看旁邊的配套 環境安不安全啊 那些子女出去是否方便啊 這些是應該要考慮的 今天為什麼要說這件事呢 今天很搞笑的 香港為什麼還要有人買房子投資呢 我想說這件事 投資呢 一路都在說自用 因為投資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不明白的 我也說了 現在我租了車位 因為我不夠錢賣 我也不會買房地產啦 這樣有個車位三百多萬一個 那我現在跟那個人租的那個人呢 就自己買了一個二千多萬的單位 再加一個三百萬的車位 即是三百萬車位去租六千多元給我啦 那我也要搶才可以租到的 我要交足一年租給他才優先租給我 那我就在想 為什麼還會有人買三百萬個車位收六千元呢 那我不明白的 還要買二千多萬來收租 我都不明白的 只要一來回報都沒有 那今天我就經過會所 我們在同一架電梯 我又聽到一些人在說話 一個很高的男士和一個女士 他們就說 最近的市場已經結束了 等多幾年等些專材來消化這些盤 我想他們買了我現在的屋苑 然後那個女人就說 那個女人就說 那個女人就說 其實我也想賣了我現在的自住那裏 即是她有一個單位在這裏 也是投資的 那她說 我也想賣了我那裏 那為什麼呢 我就想去泰國買一塊地 建一間度假屋 然後她隔壁那位男士就在說 我買過了 澳洲我也買過了 買地建屋 澳洲買了一塊地建屋 現在還在供 都賣不出東西 真的很搞笑 所以真的不是第一套還要買這麼貴的房子 我也不明白 香港人真的超級有錢 然後那個人就說 幸好不是工很多 工很少而已 沒什麼所謂 你說有錢人超多 搞到我經常看到都自卑 我經常都說 我身邊的人都這麼厲害 我真的很差勁 我唯一的方法就是 我令自己變強 自己不要太差勁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但我真的到現在都不明白 為什麼會這麼貴 買來收租呢 應該剛才那兩個人 都是買來收租的 在這個屋苑 他的地方 不是不能住 他都因為這邊的配套 他就想買來投資 我想是這樣 那是不是蟹貨還是不好 到時候才知道 這個世界很難說 匯豐你都不知道 可以在這個跌市裏面最強的那隻股票 曾經跌過三十幾元 現在一彈一彈六十幾 有些之前很看好的 反而跌了三分一以上 所以你真的很難猜 都不知道是可以還是不行 就是可以和不可以之間 你就要去猜 沒這麼快知道 但是我只是驚嘆了一件事 就是真的非常誇張 有些人可以有錢到 我反而想問他兩件事 第一 你在做哪一行 為什麼你會賺到這麼多錢 第二 為什麼你這麼貴 你都會還買呢 最近都在做一些成交 不是便宜的 二萬八、二萬九 你自己去看看 大家可以看看 最新做的 不是Pak Hany那邊 Monaco那邊 所以 可能我的水平 不夠去理解 究竟為什麼他們還有這麼多錢 買了一間房子 還有剩錢 可以在香港再買一層 還有錢 還可以去外國買 度假屋 我真的不明白 不過怎樣也好 很多時候 看好看不好 很難說 是不是 你那一期買了一些 就是內地科網股 都跌了三分二 那一晚吃飯 很多人都有買 個個都有買 個個都中伏 跌了三分二的錢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回頭 是不是 所以很難說 投資就是這樣 又上又下 但是 要那個 保持心態 心態 平靜 不要太用情緒去投資 好好 又不是 未必好 你說很差 又未必是很差 總之看自己個人能力去投資 那你覺得有用 讚好分享給朋友 還有如果你知道的答案 可以 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身邊有朋友 還是買樓投資 在香港賣 在香港賣 這麼貴 還在香港買樓投資 到底為什麼呢 下面歡迎留言討論